今年6月,对于网贷行业而言,是躁动的,难熬的一个月,在高雅监管形态下互联网金融行业仅还占据,大浪淘沙石头已成。 据网贷之家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6月底,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,下降至1842家,相比5月底减少了30家。 毫无疑问,进入了2018护金备案年后,无论是对于护金企业,还是护金从业者来说,都可谓是一场大考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看到,业内净望工作,也正在有序开展,不少平台都发出了合规自律倡议书,比如宜人带,人人带等, 表示将立足信息中介,坚守合规运营,共同为行业发声,体现行业信心。 还有平台组织举办投资人见面会活动,比如和现代,在7月中旬召开CEO相约一下,北京见面会,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投资人代表力临北京,直面平台高管进行沟通交流, 以真诚坦荡,不忘初心的姿态,表明合规发展的决心和信心。 所以,尽管雷潮仍在延续,问题平台加速清退,行业整体上看起来乱象频发,但事实上,真正想要踏踏实实发展业务的平台并不少。 而且,雷潮带来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夸大了,一方面6月份63家平台出现提现困难或跑路,这个数字在历史上并不是最高的。 2015年6月单月问题平台数量,曾达到114家,是上个月的近乎两倍,在内之后P2P网贷依然发展横勃。 另一方面,截至目前行业内所有问题平台,涉及到的投资人和贷款余额,实际上是非常少的,分别占比3.9%和3.2%, 所以问题平台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。 央行引导无风险退出,投资人权益有保障2017年12月,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,关于做好P2P网络界带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。 明确提出,2018年4月底之前,完成辖内主要P2P平台的备案登记工作,对于违规存量借务较多,来应及时完成处置的部分P2P平台。 应当于2018年5月底之前,完成相应业务的处置,玻璃以及备案登记工作,对于难度极大,情况极其复杂的P2P平台。 最迟应当于2018年6月末之前完成相关工作,多数P2P平台在对照相应整改方案后,无奈的选择轻盘退出, 曾标榜去中心吃,降低智慧融资成本与普惠金融的P2P遭到严重的打击。 7月9日,洋行宣布在用一到两年时间,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,化解存量风险,消除风险隐化, 同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,并强调要强化整治力度, 引导机构无风险退出,开展行政处罚和形势打击,稳妥有序加速存量, 没法违规机构和业务活动退出。 接着,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在最新的关于积极衡妥应对单前P2P行业流动性风险, 及做好退驻工作的通知, 呼吁出借人应加强风险识别能力, 理性对待网贷投资,不造谣,不信扰,不传谣, 借款人应提升法律意识,严格履行合同约定。 另外,为指导,规范P2P平台平稳退出网贷行业, 保护出借人、借款人、P2P平台的各方的合法权益。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特制定, 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, 中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, P2P平台应根据辞职应做好业务退出工作, 按要求推进存量项目平稳退出, 借退出借人资金, 维护社会稳定。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, 吧,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正涛认为, 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, 目前监管况下也比较明确, 包括标准的对付方案, 对付要求设计, 投资人保护条款, 成立后产重组工作组等, 引导那些不可以继续存在的市场机构合力退出。 换个角度来看, 这次的保雷潮, 更像是P2P行业的洗牌, 投资人与借款人能够借此更清晰地认识到P2P平台的信息撮合角色, 而整个P2P行业, 也将因此向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加速发展, 更好的保障投资人与借款人的合法权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